欢迎来到阿尔法科技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聊宇宙深处的黑洞故事 在宇宙只有7.4亿年的时候 两颗巨大的黑洞发生了深度融合 詹姆斯维伯望远镜 最近观测到了这一事件的痕迹 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黑洞合并事件 类似的事件在宇宙历史上非常普遍 由此产生的超大质量黑洞 可能包含数百万个太阳质量 它们以多种方式影响星系的演化 这些被发现的宇宙早期形成的超大质量黑洞 不禁让人想到一个问题 它们是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演变得如此巨大 微博望远镜最新观测一个名为ZS7的系统 在这里发生了星系的碰撞融合 这是两个非常早期的星系 这其中还包含了正在碰撞的黑洞 这一切是地基望远镜根本无法探测到的 由于宇宙的膨胀 星系融合 所发射的光线被延伸到了红外区域 而这正是微博望远镜最擅长的观测光谱 通过观测 人们发现了靠近黑洞的密集 且快速移动的气体 这些气体在高温下被黑洞吸入时会产生高能辐射 得益于微博望远镜前所未有的清晰成像能力 人们能够在空间上分离出这两个黑洞 其中一个黑洞的质量相当于五千万个太阳的质量 而另一个黑洞则由于它嵌在密集的气体中难以确定它的质量 这些星系的恒星质量与附近的大麦哲伦云的恒星质量大致相同 如果每个星系都有一个与银河系中黑洞一样大或更大的超大质量黑洞 你可以想象星系的合并演化将受到怎样的影响 通过对詹姆斯维博望远镜观测结果的分析 科学家们获得了更多证据 支持关于黑洞如何增长的重要理论 维博望远镜的观测 解释了黑洞在早期宇宙中的合并现象 通过这些合并事件 黑洞能够迅速增长 积累大量物质 形成超大质量黑洞 这种合并过程被认为是黑洞增长的一个重要途径 特别是在宇宙早期 当时星系和黑洞的演化速度极快 这对早期宇宙尤其重要 表明大质量黑洞从一开始就在塑造星系演化 在宇宙的早期 许多活跃的星系核与相对大质量的黑洞有关 活跃星系核是星系中心的一种非常明亮的区域 其亮度通常是由于黑洞快速吸击周围物质所引起的 这样的星系核往往包含超大质量黑洞 这些黑洞通过吸击物质和合并其他黑洞快速增长 这些活跃星系核可能是早期普遍存在的 星系和黑洞合并过程的一部分 天文学家希望了解这些合并过程何时开始 这将有助于确定这些超大质量黑洞 是如何在宇宙早期快速增长的 这就是为什么天文学家基于使用微薄望远镜 来观测这些星系融合的原因 他们是理解早期宇宙中星系和黑洞演化的关键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话题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和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